来把猪毛烧干净 把表皮的脏物把它烤干净 把这一边多一点的肥油把它弄干净 把猪皮放到锅中擦一下水 放几块姜片 放上少许的料酒 让它去去稍微 好,现在把它捞起来 再把它放到冷水中清洗一下 再把剩下的猪油全部把它刮去 砂锅里面加入清水 生抽 料酒 蒜头 葱头 姜片 辣椒 八角 全部放进去 再加上两块冰糖 一小勺的老抽 再加一点蚝油 最后把猪皮放进去 现在开始来煲 把它烧开后 转小火煲半个小时 好了 好香啊 可以了 把火关了 夹出来 我们再来准备一点 我们自己炮制的酸豆角 满满一罐 吃的剩下不多 把酸豆角洗一下 每一年都是蛮多的 这个酸豆角 我们每天自己都要做几罐来吃 来准备一点蒜头 拍一下 我现在来把它切成小块 第二锅下油 把准备好的酸豆角 跟那个蒜头一起倒进去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放几个辣椒 这个酸豆角很酸的 加几个白糖 这样烧起的酥水把它煮出味道了 然后差不多了 就把酥皮倒下去 把它烤均匀 好 可以出锅了 这一道酸豆角 乳猪皮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学一下 满满的食欲 撒上几个葱花 点缀一下 我们下期见